上周传出 意大利海運商曾在1990年代 非法将20万桶不色废料 请到在台湾海域 别人会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初步结果周五出炉 就目前的市政 仍然没有办法来判断 这个事情相关的真假 一级国际原子人总署技术报告 曾与北太平洋海抛 处置放射性废弃物的国家 有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前苏联及俄罗斯 但是海炮地点不包括台湾附近海域 台湾从没有执行废荷料海炮作业 因此原人会对报道的真实性存疑 但无法完全排除其可能性 原人会表示 目前台湾沿海域虽然没有发现异常 但有必要扩大台湾海域 辅射监测调查 进一步加强台湾沿岸海域 侦测的一个必要 生活中心 海埔老